诶 鄉親啊 鄉親啊 哦 大家心裡快樂 心裡快樂 今天你們 正月設市 我是曾廟宏展告相 台灣道理黨的主席 今天我設立美樂 到來台北了 現在來教在我 我住在這裡附近 這個美麗華無天倫這附近 在這裡跟我們鄉親交換一個地匯 交換什麼地匯呢 要說什麼主題呢 來 現在是這樣啦 我今天你們 會知道 報仇展開來再看一看 哇 現在齁 我正月設立場 我有跟大家開講 說喔 依照美中貿易戰 今天的結果 今天的結果 中國小勝 我所謂中國小勝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喔 美中貿易戰 拖遲三個月九十天 現在呢 九十天之後呢 一切美中貿易戰的談判呢 現在 一點結論 一點結果都沒有 那 已經達到了中共 推遲美中貿易戰結論的效果 美中貿易戰 我們要記得齁 我們要記得齁 中共對談判的定義 中共對談判的定義齁 齁就是齁 一直拖延時日 直到對方 直到對方被希望到 忘記了談判的目的 就把你黑龍洗頭 讓你洗到你 忘記了談判的目的 然後呢 雙方無疾而終 這就是中共談判的目的 中共一直到現在 雙方談判 即使1月30號 31號 劉鶴到紐約 到華盛頓地區去談判 也是沒有結果 啊沒有結果 然後呢 現在中國呢 邀 邀 川普 在二月底 也就是二月27號 28號 川普準備跟金正恩 北韓的金正恩 在越南開會 開個協調會 然後呢 中共希望 川金會完的28號 二月28號呢 三月一號到海南島 跟習近平親自見面 然後呢 再談美中貿易戰的事情 也就是說 當初有講喔 三個月90天 在三月一號 一定要把美中貿易戰做出結論 但是呢 中國希望 川普在三月一號到海南島 跟習近平開 美中貿易戰的結論會議 那意思就是說喔 我已經拖三個月了啦 拖90天了啦 啊你 美國人又把我怎麼樣 就是要拖啦 要拖拖拖 把時間拖掉 中國共產黨 從建國1949年之前 每次的開會開會開會 就是拖延時日啦 啊他還是用這老招啦 準備拖90天 讓美國呢 又失去了耐性 然後輸去了所有的戰爭目標 啊如果真的 川普如果去了 三月一號去了 表示說前面90天不算 重新再來啦 啊所以說喔 所以我那時候解釋說 中國小勝啦 因為沒有結論 就是中國開會的目的 他勝了 啊結果呢 美國的 美國的官方 財政部長已經講了 對不起 我們川普 我們總統喔 3月1號 我們沒有計畫 要跟習近平開會 你中國人想見誰就見誰 你是老大 到底老大是美國還是中國 你還搞不清楚 你3月1號 對不起 我們川普 川普總統沒有時間跟你見面 我們的skedget上面也沒有這個行程 也就是說喔 中國共產黨的拖延時日的戰術喔 無法作效 欸 這個談判喔 我說過 川普喔 是談判高手 而且呢 她也出書 她也出書喔 介紹 商業戰的談判 應該怎麼樣 她當老師欸 所以說喔 我前面就有講了 川普是談判高手 川普這一群的 那個參謀喔 什麼財務部長 母親啊 這些人 全部喔 都是喔 談判高手 他們現在在這次的談判過程裡面喔 扮演黑臉 由川普扮演白臉 那麼 你們中國共產黨這些老鳥喔 美國這些老鳥都已經看清楚了 中國共產黨 你們想拖延時日 欸 商業談判還是我教你的咧 你們中國喔 跟我學咧 還要怎麼樣 所以說 推遲了 那現在美中貿易戰 如果3月1號 以前沒有任何結論 很簡單 美國把所有2500萬的 中國消滅的所有的貨物 加25%的稅收啦 也就是說 中國的東西 你都不要想 中國的主要輸美的東西 你都不要想進入美國市場 中國所有的產品 有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是銷到美國去的 說很快的 美國是你阿公啦 啊 你喔 跟他吃十八年了 啊 你現在 沒救了 啊 現在 中國國內的情形是什麼樣 我跟你說 中國國內的情形 我有一個朋友啦 丹麥的朋友啦 他卡定位喔 來台灣喔 跟他媽媽說啦 說阿公喔 媽媽媽媽怎麼辦 公家都花不吃薪水 公務員都花不吃薪水 他說喔 我雖然是 是喔 事工所的一個職員 雖然是聘僱人員 但是喔 我只領兩千 我只領兩千多塊錢人民幣啊 現在政府喔 說喔 四保一險全部都要自負 我以前指令兩千多塊喔 現在喔 政府已經通知我 四保一險要自負 那麼 我這樣四保一險一扣完之間呢 欸 我只剩下不到一百塊人民幣啊 那我怎麼過火啊 請注意 現在 中國已經沒有錢了 現在 開始 克扣 公務人員的薪水 也就是說 公務人員普遍花不出薪水 尤其以前 四保一險 現在全部成本歸戶 由你喔 公務人員 聘僱人員的公務人員自己戶 他一個月只收到人 等於說一個月的工作只收到薪水 只收到薪水 不到一百塊人民幣 他怎麼活啊 他媽媽說喔 那怎麼辦 我也沒辦法幫你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全中國的公務人員已經花不出薪水了 美中貿易戰再打下去 中國準備要吊鍋 所以說喔 我們台灣人都說喔 中國多有錢 都在獻要中國最有錢的那百分之三 我跟你講 現在中國整個公務人員的體系 都花不出薪水了 這就是中國內部的實況 我曾教授在這邊 跟割英文總統 互換台灣 如果走向中國 我們台灣就死了 就洗信糧這個 什麼 美國已經不行了 中國 大家趕快到中國去搶飯吃 去卡位去搶飯吃 這台真的是喔 根據我所了解的 跟 森蘭的體系所描述的中國 完全兩回事 中國真的花不出薪水了 中國因為美中貿易戰 以前喔 市保一顯 還大家喔 麻麻糊糊 有保沒保都算了 現在喔 都要強烈執行 所以說喔 中國公務人員體系已經花不出薪水了 那軍隊也要花不出薪水 那我看看 習近平 你國家沒有錢 你國家要撐到什麼 什麼時候 以上 今天是大過年的 哎呀 大家 我們在台灣喔 這樣快樂 開心 在台北市這樣喔 這麼快樂的過日子 這麼自由平靜的過日子 好 這樣很開心 跟我們鄉親大家拜年 至於中國 要倒了 中國能夠活過三夜 三夜底的話 那就脫笑了 所以說 大家請拭目以待 離中國遠一點 才是我們台灣人的福氣 以上 是我鄭苗鳳親到時候 向我們大家台灣人拜年 祝新春快樂 新春快樂 今天你是這麼會抽屎 祝新春快樂 大家大發財 OK 拜拜 今天是為了 今天是為了 大家午後 有些人 有些人 這些東西 我們是來的 從未來的 我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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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的